好的主播 这几天一位剧本将要进行参议院的改选 所以安倍晋三可以说是非常忙碌的到各地去帮忙候选人来造势 不过安倍今天是前往奈良的大河西大寺出战前 进行造势演说的时候 现场突然传出枪响 而根据NHK电视台的报道 凶手疑似是使用散弹枪并且朝着 从安倍的背后是朝着他的胸口开了两枪 而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安倍疑似胸口中弹 而且立刻流血不止失去的余事 而现在已经送上了救护车经济送医来急救 而这个NHK电视台其实也提到了警察 在现场是立刻逮捕了一位男子 这一批男子是不是又是开枪的嫌犯 现在还不得而知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安倍晋三疑似是遭到歹徒开枪袭击 而现在其实 我们的好处似是遭到的